发礼不外乎人情 带你来看一则温馨的故事 这是台北市一名遭到通气的单亲爸爸 因为不想让家人担心 他就恳求警方 有这样三个理由 让他陪母亲过完中秋 还带儿子看完牙医 以及陪儿子看完国庆烟火之后 他就会主动投案 结果呢 警方就同意了 到了10月12号当天 这名男子果然信守承诺 乖乖投案 让小朋友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广告里小朋友可以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没想在现实生活中 警察备备也可以让通气犯的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这名38岁的陈姓男子 在97年因为枪抛和窃盗遭到警方通气 冤警劝他投案时 他却向警方要求 希望能完成三个心愿 小孩子需要看牙医 以及甚至答应小孩子要看国庆烟火 等等理由 希望能够延后到案 当时袁警打电话劝陈姓嫌犯来投案 陈姓男子不想让家人担心 恳求警方先让他完成三个愿望 于是陈姓男子就先陪母亲过完中秋节 再带儿子看了牙医和国庆烟火 到了10月12号 他果然依照约定乖乖投案 今年国庆烟火吸引了数十万民众观赏 但这一段警方和通气犯之间的互信 让已经金盆吸收的陈姓男子 完成了在入狱前能够当个慈父孝子的心愿 完成了在入狱前能够当中